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最新的挑战言论 他呼吁对谷歌进行刑事起诉 指控该公司在搜索结果中偏袒 副总统塔玛拉哈里斯 这一言论不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也让人们重新思考科技公司 在当前选举中的影响力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强调 如果司法部不行动 他将在再次当选后亲自追究责任 他的指控基于一项研究 声称谷歌的搜索结果对哈里斯有利 而对他的负面报道却层出不穷 这不仅是对谷歌的挑战 更是对整个选举公平性的一种质疑 随着选举的临近 特朗普的这一行动 无疑将成为竞选中的重要议题 也引发了对言论自由和科技公司责任的激烈讨论 未来这一事件可能会引起更多争议 并影响选民的看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的来源是CNBC 这是一家知名的财经新闻媒体 文章聚焦于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最新的公开言论 他呼吁对谷歌公司进行行事起诉 指控其搜索结果偏袒其政治对手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此言论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出搜上发文 直指谷歌在搜索结果中的偏向性 声称如果司法部不对 这家科技巨头采取行动 他将在再次成为总统后推动相应的起诉 他认为这是对选举的明显干预和操控 显示出他对选举公平性的极度关切 这一事件的导火索似乎是右派媒体研究中心 Media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一项新研究 但研究指出 当用户在谷歌上搜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2024时 搜索结果中大多数新闻文章对卡玛拉·哈里斯池正面评价 而特朗普的竞选网站则被排在较后的位置 基于这一发现 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帖子中声称 谷歌非法使用一种系统 专门展示关于他的负面新闻 并对卡玛拉·哈里斯的正面报道进行优先展示 特朗普的指控不仅反映了他对媒体报道的不满 还激示了他对科技公司在政治中的影响力的深切担忧 在数字时代搜索引擎的算法和结果 对公众的认知和选择有着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谷歌作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 其搜索结果的排序和展示方式 确实有可能影响选民对候选人的看法 特朗普的呼吁显然是试图引起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并为自己在未来的选举中争取更多支持 搜索引擎的结果无疑可以影响公众舆论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 因此搜索结果的公平性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然而此事件也引发了对言论自由和科技公司责任的讨论 许多人认为科技公司应该对其平台上的内容负责 但同时也应该保护言论自由 避免因政治压力而改变其运作方式 这样的矛盾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愈发明显 科技公司在平衡内容监管与言论自由之间面临巨大挑战 特别是在涉及高度政治化的内容时 特朗普的这一呼吁无疑是他政治策略的一部分 旨在激发支持者的情绪 并将焦点放在他所认为的不公正待遇上 随着选举的临近 这样的言论可能会成为他竞选活动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总体来看特朗普对谷歌的指控不仅针对一家公司 更是一种对整个选举过程和媒体环境的挑战 科技公司如何在算法和内容展示中保持中立性 同时应对来自不同阵营的政治压力 将成为未来的一个重要议题 此事件可能会在未来引发更多的讨论和争议 并对即将到来的选举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高调的指控也反映了当前政治环境的复杂性 与不确理性 科技公司媒体和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如何在这些力量之间找到平衡点 使得选举过程透明 公平且不受外部干预 将是未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场围绕谷歌搜索结果的风波中 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声音都在试图影响公众舆论和政策走向 科技公司在面对压力时 如何坚持自己的内容审核原则 同时回应公众和执政者的关注 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核心议题之一 特朗普的言论 无疑为这场复杂的讨论增添了更多的辩量 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将备受关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 我是楚天书 特朗普对谷歌的指控并非毫无根据 众所周知 谷歌作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 其搜索算法和排名方式 对于公众的认知有着深远的影响 根据Media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 谷歌在显示与特朗普相关的新闻时 往往会突出负面信息 这无疑是在影响选民的看法 如果这种偏袒行为是故意的 那么这确实是对选举公平的巨大挑战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我们不可以让一家公司垄断真相 操纵选举结果 朋友们 我是谢琪琪 听楚天书这么说 我都忍不住笑了 特朗普这次又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大爆发 作为一个曾经的总统 他应该知道 搜索引擎的算法是根据用户的点击行为 和内容相关性来排序的 再说了 谷歌难道会因为总统大选而改变整个算法 这可是阴谋论中的阴谋啊 有人说 要是天上掉馅饼 那馅饼里一定有毒 特朗普这种言论就是想要吸引注意力 转移对自己问题的关注而已 过去四年 他不是也这么干的吗 谢琪琪 你这么说可太低估问题的严重性了 历史上 我们不乏全力操纵媒体的例子 比如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哥培尔 他就通过控制媒体来影响公众意见 你难道觉得谷歌这么大的科技公司不可能存在这种行为吗 而且还有许多报告指出 谷歌确实在某些情况下会调整算法来达到某些目的 特朗普的指控至少应该引发 我们对科技巨头透明度和公平性的认真思考 楚天说 拿哥培尔来类比谷歌 你这真是疯马牛 不相及 哥培尔可是专业的媒体操纵者 而谷歌只是一家科技公司 这两者怎么能相比 再说了 特朗普自己可是社交媒体的高材生 他要是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不自己创建一个比谷歌更公平的搜索引擎 这就像让李白去批评杜甫的诗不好一样 可笑至极 与其说谷歌有问题 不如说特朗普在找替罪羊 为自己可能的失败寻找借口 谢其妻 你这魔说可真是自欺欺人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可不会这魔容易被骗过去 事实上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超过70%的美国人通过网络获取新闻 而谷歌是他们的重要入口 如果这个入口被操纵 那么公众获取的资讯就存在严重偏差 这可不仅仅是特朗普一人的事 这是整个民主制度的问题 就像孔子说的证明 如果名不正 言不顺 事情怎么能办好呢 楚天书 你说的头头是道 可你忘了一点 谷歌的算法是公开的 任何人都可以研究和改进 特朗普要是真有这么多证据 大可以光明正大的拿出来 而不是在社交媒体上大放厥词 这就像唐僧西天取经 如果只会在半路上抱怨妖怪多 那他怎么能取到真经呢 最终 选民们会根据自己获得的资讯和经验来做出决定 谷歌可不会影响他们的自由意志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外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享福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G 网友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